哈囉大家好,我是開B&W318i的阿Ben 今天沒有要談遊戲 要來說說我告Xbox網路使用者恐嚇 對方虧大錢的事 這部影片單純分享我告人的經歷 全部都有評有據並非空穴來風 而且會打碼不洩漏被告的身份 也沒有妨害名譽的意思 雖然這部影片跟遊戲無關 但還是放點艱辛的畫面保養大家的眼睛 還有麻煩大家點擊影片裡有興趣的廣告 或是別忽略廣告 因為這影片公開起一個禮拜內的收益 我會全數捐給台灣人權出境會 到時候會把收據貼在社群貼文 YT會員則不要緊 那部分的收益是另外算 最後,我只是單純大學法律系畢業 沒有從事法律工作 因此如果用詞有誤 還請多多包涵 各位準備好非在快樂水跟爆米花了嗎? 那我們開始吧 今年的2月26日晚上大概7、8點 當時我開Xbox玩2042跟APEX 跟朋友在派對聊天 忽然收到一則陌生人傳來的私訊 對話如突所示 完全沒在客氣 由於我不知道這個人是誰 也不知道他在講什麼鬼東西 於是用戲內的口吻回訓 後來他繼續罵我 我更加覺得莫名其妙 覺得這人真有問題 於是也嗆回去 至於我嗆什麼 就不公開囉 畢竟如果這部影片被他抓到把柄的話 那就換稱對方的意義了 本來只是嗆人 我並沒有很在意 但接下來傳的內容就是恐嚇了 刑法第305條恐嚇罪 是以加害特定人的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 這五個法義 而使被害人感到心生畏懼 即使對方沒有真的要做 只是嘴巴說說 也有可能成立恐嚇罪 比如我要殺了你 再不聽話就要把你綁起來 之類的 恐嚇的內容要以能力可以操控才行 因此像我要對你下降頭 小心雷打在你身上 這種利用宗教或超自然力量 雖然會讓人感到害怕 但其實不會成立恐嚇罪 不過可以試試看公然五路 另外如果是合法的權益告知 也不會有恐嚇罪的問題 比如你敢打我的話 我就要去法院提告 一般人聽到要上法院是會覺得害怕 但提告是國家賦予人民的正當權利 所以當然不是恐嚇 因此這位網路使用者說的 當心我北上 讓人啃你 這明顯就是對生命、身體法義的侵害 之後又傳訊息繼續嗆 絲毫不覺得自己有什麼問題 真奇怪 我完全不認識這個人 也沒有跟他結過院 平白無故被嗆 岂有此理 於是我查詢他的個人檔案 賀蘭發現他的Steam連結 然後又找到他的真實姓名以及臉書資訊 比對臉書照片與Xbox投貼後 確定是同一個人 繼續看照片查下去不得了 竟然連名片都有 而且還有手機號碼 哇塞 真的是挖到寶 當趕死隊親自來送投 我就成全你吧 於是瘋狂截圖保存證據 所以各位 真的不要在網路上公開太多個人資訊 這一點好處也沒有啊 我告人的標準是妨礙名譽類的一律不告 因為比起更需要花心思處理的放火、殺人、販毒、強盗 嘴炮最終小事真的沒有必要勞煩司法人員 不過恐嚇就不一樣了 因為那可不單單只是講講而已 是有可能會動手 從行度來看也可以知道 恐嚇罪罰稍微重一點 足以顯示被告的資訊 稍微嚴重的恐嚇罪 雖然滿足了這兩個開告條件 但我還是決定再給他一個機會 2月27號傳訊息要他道歉 如果沒有道歉那就只能去地檢署一趟了 至於對方有沒有道歉 很明顯沒有 回程的訊息還一堆措置 又覺得我傳這開告訊息是恐嚇 剛剛說過了 合法的權力主張不是恐嚇 很明顯他的法律觀念不好 好吧 既然沒有懺悔的意思 那我就來發揮畢生所學吧 寫訴狀詞字千萬不要太小 因為司法人員每天都在看電腦 字太小真的會很煩 也不要用奇怪的字體 像什麼華康少女體 司法人員則會一肚子火 然後也盡量用電腦打字 不要手寫 不要寫不相干的東西 也不要寫過於情緒的字句 這只會突增解禁的困擾 無助於釐清案情 把人、事、時、地 一行一行條列上去 簡單二要寫重點 也要用標點符號跟分行分段 最後希望檢察官怎麼處理 這樣就好 我把這位XBOX使用者傳什麼訊息重點摘要出來 寫明他的真實姓名以及手機號碼 並且排好數張截圖 附上圖1、圖2、圖3字樣 這樣檢察官在對照時就能省下不少時間 再來 我去針索請醫生開整段證明書 表示我被恐嚇了並且心生恐懼 要告人自己也得花成本 不要想說去警局寫寫筆錄 檢察官就一定會處理 也不要想說告人就像中了樂透 金額寫個天價 檢察官可不是白癡 要多少錢必須提出收據且合理 不過我這邊應該是做錯 因為這個階段還只是告訴 所以我在樹狀上寫賠償金額有點操之過急 最後要描述一下這個人多壞 請檢察官主持正義 正常人第一次見面 不會叫囂嗆人吧 他一開始大可以禮貌問我社團不能發言該怎麼辦 而不是直接開嗆吧 相信大家都能理解文明人是怎麼與他人往來 把樹狀跟證據印出來後 我就開著B&W318I去地檢署 其實去附近的警察局也行 因為按鍵總會進到地檢署 但我只是想快點看到那位Xbox使用者難堪的表情 所以才特地去遠一點的地檢署 這樣就省下警局把樹狀送到地檢署的時間 递完狀後順便去附近悠哉的吃下午茶 我那天吃的是搖烤薰雞洋蔥披薩跟雪碧 可惜沒拍照 另外递狀那天是4年難得才一次的2月29號 這種機會可不常有 3月2號 那位Xbox使用者穿假賽 我想說他可能被叫去警局喝茶了 於是回收到傳票了嗎 3月18號 派出所打電話請我去做筆錄 辦公桌前 警察拿出幾張不同人的相片請我指認 我也馬上就認出被告 而且警察提供的照片還是我沒看過的全新照片 我在想這人是不是以前也有案底 所以警察才有這張照片 這部分我不太確定 得麻煩從事相關工作的人留言解答 警察說多虧我提供電話 他們才能很快找到人 不然查IP等上一陣子 警循筆錄基本上就是我訴狀的內容再說一遍 也沒有要特別補充的 半小時後就回家了 我這人是很願意給第二次機會 3月27號 我傳訊息跟他說只要給2000元並道歉 就去請檢察官重新發落 也希望你能繼續教訓 不要講話那麼衝 從原本的2710元調降成2000 原本可能會起訴判有罪到請求給予還起訴 不用親自跨縣市跑一趟 這夠大方了吧 結果他直到4月10號才說因為窮沒錢 也仍然沒有悔改的意思 所以又錯失了一次機會 印象中我是在4月11號收到地檢署發來的傳票 要我以告訴人的身份報到 4月15號因為有事外出幾天 直到4月17號才回家 然後就看到他傳來沒有標點符號又很難理解的訊息 大一是說他因為努力工作 簽了一台新的Gogoro 還說撒旦是控告者 說我以後找工作有污點了 覺得錯在我而不在他 努力工作不用給人養很棒 簽了一台新的Gogoro 促進經濟發展超讚 至於後面的內容就 所以我只回我開BMW 318i 我真的沒唬爛 你們看這是我的保單 上面寫我在2020年的時候買了318i 想當初我要全額付清 後來決定先把錢拿去投資會比較好 所以匯款超過一半多一點點的金額後 剩下的半貸款 結果之後還是提早付完 然後鬼島的交通很爛 所以我都保假式 還外加超額責任險 至於我為什麼這麼年輕就可以買車 那是因為賺錢的方法都寫在刑法裡了啊 4月18號 麥當勞正好重新推出焦糖奶茶 想說沒喝過試試看好了 喝完後覺得很普通 而且一直想尿尿 到地監署的時候先衝去廁所解放 在等候驅使我看到了被告跟一旁的年長女性 應該是她媽媽吧 由於不想共處一室怕發生什麼意外 所以就出去晃晃 後來罰警叫我跟被告去偵察亭 好戲上場 這張圖是當時的座位分佈 檢察官跟書記官的位置有點高 所以我也要抬頭看他們 我坐在被告旁邊 離大概一公尺吧 被告從頭到尾對著台上的檢察官叫法官 我覺得挺好笑 案子就還沒進到法院 而且她穿的是紙袍不是藍袍 所以不是法官 我一直在口罩後露出微笑 檢察官一開始問被告從哪裡來 一聽覺得好遠 被告說跟媽媽一起來 我看到的那位年長女性應該是她媽媽沒錯 當初不是所有律師嗎 律師在哪裡 檢察官問有沒有和解的可能 被告說要告我誤告 檢察官馬上說這不是誤告啦 誤告簡單講就是捏造事實陷害別人 把沒有做的事情講成有 啊你就真的有恐嚇我 那些話也都是你講的 所以我告你哪可能成立誤告 被告說還要跟我討車馬費 檢察官又馬上說這不能討啦 被告說她一個月賺2萬6 沒錢也不打算賠 還說我在3月27傳的訊息是恐嚇 要告我 檢察官就說她傳的根本不是恐嚇 而且她說的有道理啊 你幹嘛那樣講話 我則是跟檢察官說 自始至終都有想要和解的意思 讓檢察官方便做事 只要被告當庭給我2千元 就請檢察官給還起訴 然後被告就開始說什麼我去年有言語羞辱他 還說是幾年前的我有病 檢察官無奈的看了我一眼 我已一臉茫然 無奈的慫慫肩 欸我是第一次見到被告 你在說的這些谷我完全聽不懂 檢察官問他那你講的這些有證據嗎 被告說沒有 檢察官說那不要再講了 專心在現在的恐嚇案上 反正不管被告講什麼 提出什麼 都被檢察官打臉說不行 當時我在偵察庭快速思考了一下 被告跟他媽媽來這邊 幾乎繞台灣一圈 兩人的車票大概4千多塊吧 還有他說特地請假 因此有工作損失 加上跑偵察庭浪費了一天 仍要算個金額大概耗掉七八千吧 與之相比我頂多就實際付出了掛號費跟影音費 沒有什麼時間損失 因為本來就閒閒的又能開BMW318i出門晃晃 再加上近期的法官墜樓案 讓我覺得司法人員真的很辛苦 也挺不捨這麼一位優秀人才就這樣離世 於是我跟檢察官說不用賠了 讓事情早點落幕吧 被告沒有說什麼也同意了 檢察官說那既然同意和解 案件就到這邊為止囉 最後就梳理一下事件 檢察官說被告傳的訊息讓人砍你 刀子是拿來殺豬的是恐嚇沒錯 不過看我的回覆感覺不像我有害怕 所以就問被告是不是在講氣話 被告說對 問我有沒有感到害怕 我說沒有 檢察官問被告有沒有低收入戶或身心障礙 被告說有身心障礙 還患有視覺視調症 有在吃藥 嗯 聽到這邊 難怪會傳一堆我看不懂的訊息 原來是這樣啊 問完話 簽完名後 我請檢察官讓我跟被告分別離庭 出去後也請罰警陪我去停車場 各位未來如果有機會上法院 也務必請罰警陪同 早點離開 回家後 開Xbox收到他傳的英文訊息 意思是說 嗨 我建議不要再打擾我們了 不要聊天 我們有跟警方談好了 不要再騷擾我兒子 如果再發生 我會毫不猶豫的去報案 這位媽媽 你要不要網上拉歷史訊息 看看是誰先起的頭啊 你會發現是你兒子先來吵架的哦 在看到這訊息時 一方面我覺得很疑惑 幹嘛要用英文 一方面是後悔了大概兩秒 想說這麼心軟好嗎 但隨即轉念一想 媽媽都是無條件愛孩子的 而且她也有身心障礙 所以一定很辛苦 再加上被我告 應該等天都會擔心受怕吧 至於我的話 三四月的股票總收益沒有投資達人賺氣位數那麼多 也就基本工資的五倍 這段期間吃飽睡好 跟女友去吃品田牧場和鼎太風 買了三盒套套 捐錢給基金會 任養路燈 去庇護觀光工廠消費 前來無事的時候開著BMW318i四處晃晃 日子過得挺輕鬆愜意 對方要嘴嗨的話 就讓他們去吧 反正總有一天會再踢到更大的鐵板 各位要知道 即便自己沒有做任何虧心事 也沒有招惹別人 一些衰事總會早上門來 千萬不要以為是自己的問題 有問題的是主動挑起試蹲的人 不過當退無可退的時候 也要用盡全力拼搏 不要讓對方得逞 有些網友覺得我人太好 認為不應該放過這種人 不過每個人處理事情都有自己的 標準與想法 而我是挺滿意這個結果 畢竟對方都花不少錢跟時間 處理這件事 我看了也舒服 總而言之 希望大家在網路上要謹言盛行 真的不要亂嗆 也不要留太多個人資料 感謝看到這邊的各位 如果還想逛逛的話 也可以點擊左邊的影片哦 再次圖筊 再次圖筊 感谢观看